財經點滴潘碧雲 香港過去受到量寬之後 資產價格急升的結果 但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就要看你有沒有坐到順風車 但如果你坐了順風車 在地產賺了但又輸在股票上 那豈不是一個吉 如果兩樣都賺齊才和美 其實不止香港要壓抑樓市 像新加坡一樣 在偏遠地區的樓價創新高 一樣在過去幾年 要不停地出手為樓市降溫 他們非自住的豪宅稅率 去到差不多七成 跟香港一樣政府收的稅 已經足夠做到另一層樓的首期 市場上那麼多錢 你又代了多少落袋呢? 事實上是 今次美國一壞退市 全世界的股市都倒閉 因為怕了熱錢各歸各位 當然推得個市上來 就推得個市下去 熱錢走來走去 反而異體 但中國今次說要深化改革 和反貪腐和才是最大的問題 試想一下金融海嘯之所以可以過骨 除了全世界在這裡自救之外 還有是美國當年肯跪低求中國 做帶動全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但到頭來中國要撐回來的結果 都不是說不容易 熱錢終歸都要走 但中國三分之一的經濟支柱 就是來自投資 一旦投資要縮 就直接影響內需 而內需 又是中國經濟三分之一的支柱 即是剩下出口業 那是否可以一處擒天呢? 中國當然知道是不行 所以習近平 椅子還沒坐亂 還被美國公告天下 要變相收水的計劃 如果中國收水影響的層面 當然比美國對我們的影響大很多 阿爺說要下雨收衣 你又準備好了嗎? 是一樣呢 近平開一陣子 Rapha就要馬延賓 帳 Driving